以目前的你,是不是常常在新闻上或是日常生活中听到债券意思呢? 那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? 债券简单来说,就像是我们将钱借给政府或企业, 而政府或企业每年都会给付利息,最后再还清本金。 除了获利稳定外,风险也比投资股票还要小。 今天的影片,会用简单的方式告诉各位学员什么是债券, 以及投资债券的优点及风险。 嗨大家好,我们是口袋小学堂的制作团队, 从零开始一步步教你基本投资概念, 学习正确的投资观念与知识后, 你也可以迎接自己未来的理想生活, 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, 那我们开始吧! 债券可以说是一种借据, 当政府或企业缺资金时, 就可以发行债券,向社会大众借钱。 投资人将钱借出后, 就会拿到借据,也就是所谓的债券。 债券持有者称作债权人, 发行债券的则是称为债务人。 会发行债券的单位有三种。 一,政府,流动性最佳,信用风险最低。 二,金融机构,风险程度中等。 三,私人企业,风险程度中等到高。 一般来说,债券会和股票市场的趋势相反。 当股市很热, 大众会认为有机会在股市大赚一笔, 就不会想把资金放在债券市场慢慢赚钱, 于是债券市场就会变得相对冷清。 相反的,当股市行情不佳, 大众不敢将钱放在股市, 就会选择相对稳定的债券市场, 此时债券价格就会上涨。 投资债券的优点很多, 但是要注意,投资一定有风险, 没有任何一项投资是完全没有风险的。 债券的优点。 一,风险较低。 投资债券相较于股票安全很多, 因为债券发行单位通常后台都很硬, 不容易倒闭。 二,利息较高。 债券的利率通常会比银行定存高, 可以说是加强版的银行定存。 三,交易成本低。 买卖股票需支付0.3%的交易税, 但买卖债券不需要任何交易税。 四,附加用途大。 债券可以直接用以和银行抵押或当做保证金。 债券的风险。 一,通膨影响。 最终债券到期后是归还金钱, 但金钱的购买力会受到通货膨胀影响。 二,利率风险。 前面提到债券会和股市趋势相反, 当央行升息或降息, 会影响利率, 接着影响股市, 进而影响债券市场。 三,违约风险。 债券的违约风险又称为信用风险。 当发行人发生无可避免的自然灾害或事故, 造成重大损失时, 有可能无法及时偿还本金。 不过发行人仍有向债券人偿还债务的义务, 但需要注意, 债券越久, 风险越高, 因为在这期间的公司营运、 通膨、 债券价格变动等几率更大。 为了避免违约的风险, 债券就出现了分级机制, 国外有几间专门平等且有公信力的公司, 例如S&P、Moodies及Fitch, 而台湾目前唯一的一间是中华姓平。 债券分级多是以英文字母表示, 字母越前面代表评价越好, 平等A位最好, D位最差, 出现两次字母, 例如AA, 会比也好。 有些会用正负号或数字做区分, 数字越大越差。 而这些分级又可以分为投资级与非投资级, 非投资级也就是所谓的垃圾债券。 垃圾债券并不是说不能投资, 可能是因为才刚成立, 又或是曾经有过违约记录, 使得违约风险较高, 如果还是想投资垃圾债券, 就需要承担风险。 目前台湾的国内平等还没有很完整, 投资人别忘了要配合国外的债券平等做参考。 债券作为一种稳定的投资工具, 有许多优点, 但同时也存在些许风险。 为降低风险, 投资者应该要了解债券的分级机制, 并同时参考国外的信用平等。 最后仍要提醒投资人,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与风险承受能力, 以及市场状况做评估, 选出最适当的投资决策。 对于以上内容都了解吗? 任何问题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, 详细的活动资讯在下方说明栏里。 欢迎订阅按赞, 分享给亲朋好友, 我们下次见。